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博 默默的关注着人 当然 他们也诅托我 送来了一份惊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亲爱的儿子 今天是你十八岁三年 也是一段情样的开始 十八年前的今天 是你来到人世的第一天 妈妈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你一双金顶般的眼睛光芯亮 你是漂亮 那么小的女人听着妈妈的呼唤 你头转向妈妈 好像听得懂的样子 看着你一天天长大 一天天变化 每一刻都给妈妈留下了 最美好最辛苦的记忆 记得你两时半的时候 第一次从你上幼儿园 妈妈看到你和其他的小朋友玩游戏 玩得很开心 妈妈在外面偷偷看你 玩着玩着忽然也发现妈妈迷在身边 哗的一声哭着抱着找妈妈 可是怎么可能也挺不错 那天是你独自离开我的第一天 妈妈也流着眼泪 跑着离开学校 你从小就很努力 上学成班就不要大打妈妈的接送 自己上学放学 女士的乖巧 放学 我叫第一件事 就是很认真的做作业 因为你的好习惯 妈妈从不操心你的学习问题 在别人眼里 你也许是幸运的 幸运的是你 从小得到上天的眷顾 年少成年 但是妈妈更觉得你是很迷惯 从小就没有 跟朋友一样 她们有幸福的敌人 你没有 妈妈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看到你因为跳舞 内地回家 老头就睡 和任何领导声音 撒哑的时候 妈妈唯一可以为你做的就是 呼呼 对着你擦掉眼泪 在你日积月累的努力下 终于有观众关注你 你也变得越来越自信 也越来越发愤怒烈 你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 和你失去的 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爸妈知道 而且周围里的爸爸妈妈 我们很高兴 你终于长大成年 同时也非常的不熟 因为你即将移开我们的领域 独自飞行 希望你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希望你可以拥有一个 无忧的人生 我最亲爱的儿子 希望你继续累人 倦能 家里永远为你亮着灯 这种爸爸 爸爸妈妈助你 18岁生日快乐 平安幸福 就能明白 我要在这里 inement 我的道理 和平安 Medical 上全台 优优独自飞 因为 embracing 奇幻vic 里面果然是 我作词 很差 我太太受震动了 因为我真的是 就是 不知道我去帮你自己 其实 我从小跟我妈妈喝东特别的少 我跟我妈妈也吃了 就是 经常在家里边就是 建议的也说过你的话 我们让小小平复一下心情 我觉得这是 感动了泪水 幸福的泪水 其实 我特别不想 其实特别不想在很多人面前哭这样 就是 确实是 因为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把你太哭了 就是 因为 我爸爸跟我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直 他们在 忙他们自己的工作 跟我在一直在 做自己的事情 爸爸就是一直 默默地支持我 也不会跟我讲太多的一些 心理话 所以 这次是我第一次 就是 听见妈妈跟我讲这样的事 就 真的还是很难过 其实爷爷 你不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都很像自己的 爸爸妈妈的性格吗 你刚刚讲了一点 你说妈妈其实 不太会讲这种话 其实你也 有的时候也不太会 不知道 该去怎么样表达自己内心 很真实 很透彻的东西 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害羞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是 你十八岁的成人李 从今天开始 你要 一个人 去外面闯一闯 展示 翱翔 所以在这种时候 妈妈会跟你 讲一些自己的内心的心理话 而且我说去 让你开心的好不好 我今天 偷偷地看到了一点 女妈妈 我发现 她比六年前 年轻多了耶 谢谢 谢谢大家 所以 这样吧 今天在台上 我们也不要讲很多了 回到 跟爸妈妈见面的时候 你可以好好地 置我一下 你妈妈 没有 因为我特别 特别不想在我爸妈 面前哭 对 但是 因为我 就是 长大就很少 在她面前哭 嗯 我也不想在她面前哭 你可以置我什么 平时 为什么不跟我讲这些 他们真的很爱你 其实 今天我相信 你就是最最幸福的那个人 你先平缓一下你的心情 因为 接下来我 除了有爸爸妈妈的祝福 有粉丝的支持之外 当然 当然 当然